大家好,歡迎來到泰通尼頻道 現在泰通尼就是這個 Chumpuli Bhattaya 一個海灘上酒店裏面的咖啡 對著外面的沙灘 如果大家不怕曬 就可以坐在下面 好了,計賽馬貼士的影片之前就拍巴提亞 說到我在沙灘碰到一個俄羅斯鬼妹 我就問她 小姐小姐,我可不可以幫你拍幾張照片 和拍一個短的影片 俄羅斯小姐就回答我 OK, Absolutely, Yes 她就答應了我幫她拍攝 今天我們在泰國或任何國家 其實要認識一個朋友是很容易的 如果在香港,你走過去跟一個女生說 你很漂亮,我可不可以幫你拍攝 一定死開吧,色情人,報警 但其實很多國家的男男女女 她們都是比較簡單的,有時沒那麼複雜 拍完影片,我跟這個女生聊天 其實她們都很簡單 我問她什麼叫浪漫 她說,如果有個男生坐在沙灘 喝杯可樂,聽著海浪的聲音 最重要是享受現在的時刻 她們已經很滿足,覺得很浪漫 來到巴提瓦,當然是出一出海拍攝給大家看 我會在岸上預約定人去水上吃海鮮,類似海鮮房的船 現在都開放了,大家都可以晚上預約 我現在是日休、下午,未開的 如果大家想預約,其實可以去當地的小店 那些小店,那些小店,那些地方都可以給錢預約 那上船吃一頓海鮮都不錯 那些地方,怎麼會給我呢 也有很多年輕女士入住 因為可以打卡 還有這個泰國旅遊的保證 如果大家見到這個 通常都是有保證的 以及一些比較有品質的酒店 坐在這座位也挺舒適的 這裡也是被人打卡的 挺搞笑的 粉紅色很浪漫 有燈的 但我覺得沒什麼興趣 因為拍了出來其實應該不是很漂亮 這些自然光拍下來就比較漂亮 有時打燈這裡打得不漂亮 打得出色就說拍 這裡走出去 有兩座座位 不怕曬都可以坐 對著泳池 都相當不錯 這些搖搖燈 都很久了 現在都不流行 Lobby 就是這樣 挺舒適的 這個酒店 但這個位置就比較遠 大家如果來 就真的要叫車 或者租車 或者租訂單車都好 比較會好些 好 來到房間了 我們進去看看 好 進到房間 一進來就有個廁所 廁所沒什麼特別 都是一個企缸 企缸挺大的 暖水充足 毛巾 我昨天住了一晚 有少許嫩 馬桶 去到這邊 就是一個醫務間 小小的醫務間 有個隔板 有兩個櫃桶 櫃桶有什麼呢 有個封筒 先拿出來 待會吹一吹頭 有些肉袍 有把傘 這裡有個洗手盆 洗手盆在外面 廁所是沒有洗手盆的 洗手盆在外面 洗手盆挺大的 挺大的 就是這樣 Hi 有條小巷 類似都是這樣 這裡可以放一些行李 不過我就放在這裡 很簡單 就是一個背囊 搞定 因為我來一天 在巴傘這邊 有腳架來拍照 待會下去 這裡有些掛畫 小小的掛畫 很有特色 有四盞燈 蠻漂亮的 整張床拍照 這裡有個桌子 旁邊有個椅 椅子 可以躺在這裡 挺舒服的 這邊有個工作桌子 類似的 通常都把東西都放在這裡 很亂 充電 什麼都一樣 這些充電 挺好用的 三條線分出來 不用帶那麼多條線 這麼麻煩去旅行 一個電視機 電視機挺大 不過我沒有開過 因為我不看電視的 這裡開個櫃就有個雪櫃 雪櫃有兩支水 我很喜歡這張椅 這張椅挺正 可以開的 裡面可以收藏 放一些東西 挺漂亮 這張椅 不過沒有用過 今天最棒就是這個露台 開門出去看看 露台就是這樣 很大一下 有桌有椅 可以坐在這裡 昨晚我買了一些零食 自己一個坐在這裡 看著這個ViuSui 在這裡吃東西 那邊有個景 是對著海灘 但我沒有 因為全都敷了 而且是貴的 所以我就入住了這裡 這裡 這間房間都 2200匹 大約一萬 外面那些 對著泳池景 就3000多匹 一萬 再外面那邊 對著海灘 那邊 就5000匹 一萬 大約這個價錢 這裡是很棒的 大家看不看到那個 那個就是木廟 我們叫做很多年前 那些人都去的 現在入場是500匹 一位的外國人 本地人 我不知道 我這裡 如果在這裡駕駛電單車 繞過去那邊 這樣去就很快 10分鐘已經到 那邊還有一些酒店 又是沿海灘的 我也想過去看看 我想那些可能更便宜 這間比較新正 我住這間 整個環境就是這樣 挺棒 是不是很棒呢 對著木廟 上次我對著黎明寺 這次是對著木廟 木廟是我十幾年前來的時候 就去過這個木廟 跟著去過兩次 帶朋友 加上三次左右 帶朋友過來 到現在都沒去過 好了 先說到這裡 記得看Tony 沒有格仔 靠本級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Tai Tony頻道 現在就去到這個酒店樓下 樓下就有什麼呢 遊餐廳 早上在這裡吃早餐 挺好的 對著這個泳池 這個就是泳池 泳池挺漂亮的 zoom過去看看 這些房間比較貴 我就住不起 對著沙灘的房間更貴 五千多匹 這些是親水區 一開門便可以跳下水 是不是很棒呢 這些 我都沒有游泳 唉 不過因為今天 我來一天 待會就要回到曼谷 所以都沒有時間游泳 還有租到一晚很貴 又沒有贊助 所以這次很短的一個程序 只住一晚酒店吃個飯 便回到曼谷 一個很短暫 很快速的巴提亞 巴提亞其實很方便 現在在ECOMI的BTS站 樓下就可以坐大巴 百多匹 泰幣已經去到巴提亞 去到巴提亞 再坐兩排車的座位 就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所以大家都放心 將來都很方便 這些就是這間酒店 不錯的 zoom過去看看 這些房間對著外面的沙灘 這樣 好,先去沙灘 因為沙灘下面 沙灘有乾坤 就是有一間咖啡 超棒的 這些是打卡位 拍完影片才上來打卡 這裡就是這個落地大玻璃 好像一個玻璃櫃 裡面可以喝咖啡 其實是酒店裏面的咖啡 對著外面的沙灘 如果大家不怕曬 就可以坐在下面 下面亦是一個咖啡 好,先去看看 沿途也很浪費 泰東尼的塗塗是防曬 臉上是一支防曬 那支防曬挺好的 但我覺得有少少油 但那支是泰國的醫生出的 這裡就是一個沙灘 有些酒吧 可以喝酒的 咖啡加酒吧 有些泰國人在這裡 走一下拍照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咖啡 小小的咖啡 坐在這裡挺好的 晚上坐我覺得比較好 昨晚我看到 但我懶得不下來 這樣開燈 不是很多人 還有泰東尼專門去這些 不是很多人 還有那些地方比較安靜 還有顧客比較斯文 有利一點的地方 不然你經常去那些 碰碰碰碰 那些地方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還小嗎 小孩子就說 每天去泡到天亮而已 現在大了 還要泡嗎 上面就是那間玻璃屋 外牆看來不漂亮 但裡面都可以的 那些稻田草的鋪在上面 有些竹棚 挺舒適的 但也不會太曬 坐下來 這樣 OK 可以有水 獨立一個私人沙灘 這裡就是 拍照就拍完了 準備走人 現在越來越多人 有些女生在這裡拍照 那邊也是 想回去酒店查看 接著朋友借了一輛電單車 駕駛過去 還回電單車給他 接著就拖車 去巴提亞的巴士站 就回曼谷了 買車票搭大巴 好了 今集說了這麼多 希望又分享到一些 新的地方給大家 看這些女生在泰國 很喜歡拍照 打卡 這個位置都頗漂亮 不過我 不拍了 太熱了 整身大汗 又曬黑了 我想 趕走 免得這麼黑 因為在泰國 如果經常曬 和經常這麼熱 你基本上不想再曬黑 不想經常曬太陽 但這些地方又很漂亮 你就想來 對了 好了 先說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追蹤我Youtube 按右下角的鈴鐺 按全部 一出新片大家就收到通知 好 今集說了這麼多 記住看Tony 沒有格子 靠本級 拜拜 直揚無限好 非常之漂亮 你看外面還有人在這裡 玩那些 飛來飛去的 那些叫什麼呢 超漂亮啊 我喜歡 人家 你會不想 自己 我會不想 你會不想 會不想 會不想